哈喽,大家好,我是金姐 哇塞,我才看见我上面放的那一棚花 已经死了好几个样了 好几天没浇水了,又是我的熟糊 这盆绿螺是我家养的最好的一盆绿螺 现在它的长度已经能达到三米左右了 其实呢,养花也是有技巧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什么样的肥料对我们的哪组花比较好 大家就隔一段时间就给它加点营养 像我那个绿螺花我是怎么样的 基本上我就是给它掏米水 隔一段时间我给它浇一次 然后还有就是酱油水 酱油水对这个绿螺长势也特别好 有的人说呢,绿螺就能天天浇水 但是你天天浇水你肯定长不好 这点我是肯定的 因为我自己养花也养了好多年了 我自己总结下来的经验这是 所以说我家没养一盆绿螺都能养好 没有一盆死掉的 有的人就是不会养绿螺 可能就是浇水浇的多了吧 好了,今天晚上给大家再做个稀罕饭吧 这几个土豆,长牙长成这个样子了 像这个土豆长成这个样子了 有好多粉丝又该说了 不能吃了,那个土豆吃了会中毒的 其实啥事没有 那几年在村里的时候哪有那么多讲究 啥不吃呀 每年这个土豆还不得吃到 年年跟那个8月15的姓土豆 接到一起的时候 道子里边的这个旧土豆才不吃呢 所以呢,真的没有那么多讲究 只要我们把这个眼全部都给它弯掉了 就啥事没有了 好了,先把这个土豆给它削了皮 土豆削好了,给它洗一下 土豆已经洗干净了 下面我们一共削了五个土豆 然后用其中的三个土豆给它上锅先蒸着去 土豆切大块,然后摆放在笼梯上 先把这个土豆搁到笼里边 大会儿蒸着 下面呢,我们再用剩下的那两个土豆 再给它变一种做法 我们把这个土豆擦丝 哎呀,这点苦菜是快吃完了 就剩下一个点了 这个苦菜腌好了 可以吃一年 一年啥事没有 腌好的这个苦菜 放到一个盆里 好了,有这些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苦菜稍微有点酸 所以呢,我们用水泡一下 把这个水缝钻干了 放到土豆丝里边 像这样,我们先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像这样拌匀了就可以了 然后把拌匀的这个土豆丝和酸菜 放到笼里边 把土豆丝和酸菜整理一下 然后再放到大块土豆上一起蒸 现在呢,土豆块和这个土豆丝的馅 都在这儿蒸着呢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 调馅的这个佐料 切点葱花 然后再切点美人椒 这个土豆块的蒸的时间 肯定是要长一点的 然后这个土豆丝 我们蒸上几个钟 然后就看一下 不要把它蒸得太黏糊了 我先看看这个 土豆丝熟了没 好了,这个熟了 把蒸好的土豆丝和酸菜笼 先端下来 这个酸菜的味儿特别香 然后我们给它倒在盆里边 酸菜味儿特别的浓 首先呢,先把我们切好的这个 美人椒 还有葱 给它多切上一点 然后还有盐 花椒面 鸡粉 起锅烧点红麻油 来拌馅 我们把这个调料全部放到馅里边的时候 先不要冻它 不要拌 然后等我们的那个红麻油熟了以后 给它往上来一浇 才能把这个调料的香味儿 全部都给它一下子激发出来 那样的话拌起来的馅会更香 好了 浇完油以后 然后我们再拌这个馅 里边不用放那些酱油了 蚝油这些全部不用放 这个馅呢就是那种特别酸爽 特别利口的那种 吃到嘴里 我感觉就光吃这个馅就可以了 太香了 我看看这个土豆块熟了呗 上一根筷子 扎一扎 已经让我刚才用筷子一扎 就扎烂 看 熟了 放到这儿凉凉 现在呢 土豆已经凉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开始做 用这个叉子 把这个土豆擦擦泥 你们有体验过用叉子 把这个蒸熟了的土豆的感觉 太黏糊了 把擦好的土豆泥 我们再用手给它活一下 用手多活几下 然后这个土豆泥会更细腻更柔软 大家看现在这个土豆泥 特别特别的细 把土豆泥里边再加上点油面 然后直接上手揉 像这个里面呢 有点油面就可以了 也不用放太多 油面放的太多了 反倒影响它这个味道 像这样 给它能活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行 这会儿呢 面已经活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做 这个土豆面呢 就是揉到手里 它是特别的那种 特别的柔软 然后给它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这个剂子可以揪的大一点 然后这给它揉圆 揉圆 按压扁 然后我们用擀面杖 把剂子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形状 放上一些馅 然后我们给它对折回来 用手 按压 按压实了就可以了 我们再取一个盘 给它把这个边拆下来 看 它这个馅儿露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边缘再捏一下 烙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慢烙 因为这个饭它就不能着急 就得慢慢的做 都弄好了 一共做了大概有十多个吧 我们用这个饼撑烙呢 它就是上下火都可以的 掉个个儿 看看这边烙得多好 其实这个用土豆做出来的这个饼 口感特别好 以后我们再烙上大概三分钟就可以了 吃着容易 坐着有点费事 锅也烙得差不多了 好了好了 我们的这个土豆饼就烙好了 可以吃饭了 真的是好饭不怕饭 这会儿别人家已经吃了饭了 看我这几个饼烙得坑 烙了一个晚上 不瞒你说这个饼真的是烙出时间了 但是它这个饼子也是值得了 值得我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真的不错 先尝一下这个饼烙得怎么样 它刚烙出来以后 它是脆脆的 然后再搁上一会儿 它这个皮就是那种特别软和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种特别软和 特别有弹性 先尝一下吧 不说废话了 尝一下 土豆有了 酸菜有了 就差一颗葱了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浓葱出凉饼 大家如果有喜欢 今天做的这道 用土豆做的这个皮 然后用土豆丝和酸菜做的这个 馅儿的这个 土豆大饺子的话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教程去做一下 值得大家去试一下 因为真的特别的好吃 能把土豆做成这样的美食 也真的是我特别敬佩 以前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可以用田地里边仅有的食材 然后做出来这么美味的东西 实属罕见 真的 现在的人们吃的就是太过油腻 太过花哨 偶尔吃上一朵我们做的这个农家饭 其实也特别的香 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